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先生经常出国 然后我自己有一点很有很没有安全感的这种感觉 那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啊 然后摸一下身边先生不在 自己也会觉得会惊吓起来 所以那种没有安全感的情况是蛮严重的 但是我上了四五届之后 我就应用了这一个隐形的伴侣 让我自己种出 我自己不再有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 然后我对这个工具我觉得特别特别喜欢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工具在爱种子的这本书里面呢 也有谈到 那他说在古老的中国西部 那有一个古老的智慧呢 里面都记载着这一个工具如何去应用 如果在日常生活里 你跟我一样 另外一半呢 经常出国 或者你时常觉得他有跟很多异性接触的机会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没有安全感 或者你觉得他总是有他自己的私人生活 跟他的朋友圈在一起 很少让你参与 然后你也感觉到没有安全感 那你就可以应用这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是怎么用的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甚至你都不需要你另外一半的参与 你就能用这个工具种下种子 然后之后在你与你伴侣之间的关系呢 就不再会让你有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 那你会不会很好奇 到底要怎么用呢 其实这个工具很简单 从我们自己开始 因为我们看到的外在另外一半 我们感受到的感觉 全部是来自于我们意识里的种子 记得你的故事吗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我们自己的种子 而来改变这个现象 改变这个感觉 那如何来改变自己的种子呢 很简单 我们每一次出去跟异性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总想到我们的另外一半在我们的身边 那我们就不会说出 令我们另外一半尴尬的话 那如果你经常这么做 每天至少三次 你都去觉察 那你跟其他异性在一起的时候 你是否很注意你自己在讲什么 你的行为是会让你另外一半尴尬的吗 你的意识里想的点子 会让你另外一半尴尬的吗 如果你所检查的 看到你自己 不管是行为 还是言语 还是你的思维 都是不会让你另外一半尴尬的 那么这个种子种下了 以后呢 你的这种不安全的感觉 就会自动消失哦 也许你觉得有这么神奇吗 不用相信我 你可以去试试看 那我看到我自己的生活 当我应用了这一个隐形的伴侣的种子之后呢 用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 现在我跟我的伴侣 我再没有这种不安全的感觉哦 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担心 而且我也觉得我们很多时候 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们都能够知道彼此 而不再有那一份不安全的感觉 所以希望你很快也能上四五阶 那么你就能更深入的了解 和应用这个工具 在你的生活里 让你的伴侣关系 夫妻关系 更简陆更简美 更恩爱 好 十五阶 我们课谈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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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